俗语有句话说,上德山多中玉虎,还记得今年2月一名经常身穿红衣的女子到各大美容中心光顾以及搭乘电罩车的时候,使出浑身解数想赖账和逃单等行为吗? 这名女子消停好一阵子后,日前再次使出同样的伎俩骗车费,不过这一次可没那么幸运了,面对女子的讨价还价,司机根本不买账,直接开车到警局 这名司机在脸书的电罩车群组分享了一段大约5分钟的视频,公开该名女乘客从一开始试图赖账,到最后乖乖人家的电罩车群组分享了一段大约5分钟的视频 而且司机还说自己不是第一次遇到这名女子 根据这一段视频,女乘客在抵达目的地后,先是要求使用一触集通Touch & Go电子钱包付款,并向司机索取户口号码 怎样原先11令吉的车费,女子却以户口只剩下4令吉70千为由,要求司机打折 屡试不爽的女乘客这一次终于踢到铁板,司机也许已经知道这是乘客的惯用伎俩 于是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直奔不远处的警察局 女乘客得知司机要开往警察局后,立即改口说会要求朋友过账 直到司机把车停在警局外头,女乘客终于在两分钟内缴清车费 司机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在确认女乘客成功付款后,便把乘客载回目的地 过程中,女子还担心司机出耳烦恶到警局投报,不忘索取收据 直到女子下车后,这起闹剧才告一段落 司机在视频的最后还说,这是她第四次载送同一名女乘客 加上这里是她熟悉的地方,因此并不会轻易上当 更借此机会向同僚分享最佳的解决方案 感谢观看